台西村 台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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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同的名字 還有相似的命運 鍾盛雄、徐正堂 用影像記錄彰化台西村 賴一致收錄了 雲林台西港的聲音 訴說關於土地 與環境的故事 台西村 它位在哲學系的出海口 在彰化最西南角 台座六青就在它的南邊 所以每年吹南風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的空氣污染 吹到這個村子裡面 在那裡 剛才我來講 阿小 要台北熱的 關心你的身體 關心我們的環境 空氣污染 因為之前 國公焦灰的時候 不是說要蓋北邊 要蓋一個焦灰槍 這次來 主要就要看 我們鄉頭有多少人 可能是因為空氣的關係 就這樣 譬如說 生氣冷 冷 冷 你的品質有什麼草味 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這樣 身體的這個 最均衡的 如果社會都在那些 比較年輕的 都為了 比我更糟糕 台灣的環保的報導裡面 有非常多很優秀的前輩 他們發掘了非常多問題 他們也寫了很精采的報導 可是裡面 經常有很多是跟你談數據 跟你談說 可能是什麼地方的污染 然後什麼重金屬超標幾倍 超標什麼 多少 什麼PPM 多少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有時候 作為普通人 作為一般人 會覺得對這件事情很無感 就會覺得說 那要怎麼樣 久了你就麻痹了 那要怎麼樣 我最早其實是在 反對國光石化運動的時候 來到這個村子 我去採訪的時候 聽到有人說 這也是一個癌症村 那我就很好奇 想說 台灣都到什麼年代了 為什麼會有癌症村 總是說什麼 經濟跟環保要取得一個平衡 但是同時也會出現一個論是說 想要取得發展 你就必須要付出一點代價 那我心裡就想說 這個話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因為怎麼想 我都覺得 拿到發展的人 跟承受代價的 完全是兩群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把承受代價的 這一群人的臉孔 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模樣 我想要讓更多人看到 我去那邊非常多次 但是我最後有一次才發現說 我想要怎麼處理它 因為我沒有拍攝那邊的人 但是我想拍攝他們的家屋 他們的房子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房子 甚至是他們居住的狀態是 非常的渺小的 他們每一個人家很不容易被看見 那我就發現那個 整個石化專區的那個背景 很像一個大型的一個布景 走到那邊 那邊有一個布景就是在他們家後面 所以後來我才把他們的房子 當成是一個肖像 但是他們人沒有出現在那裡 再搭配一些聲音檔案的房檯 讓他們可以 把他們居住在那邊的一個感覺 也希望透過他們的聲音可以 把它傳達出來 好 這邊你好 好像 好像那個瓦斯桶沒有關係 好像是有一種瓦斯 那個氣味 我在聲音檔案裡面 我收錄很多他們的一個環境音 比如說有他們在水池裡面打水的那種 水的那種聲音這樣子 那也有一些比如說他們唱歌 他們雖然在那邊的環境不好 可是我可以從歌唱裡面 感覺說他們對生命還是有一種 積極向上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船長我麻煩一下 我這次來主要是要跟你請問說 那我們綜頭是最多要賑純駕在這裡 有這麼多人 因為你可以找個一盒給我看 這樣也可以了解說 我們綜頭怎麼做 由最重要呢 開始生了 建 Beth 紅的母 和他有一條手奈 一家就三個 三個 再來 你要一個盒一盒這樣生出來 也是要這樣生出來 一家就也是三口裡主的 還有齊姊姊 旁邊的長宅也是三口 現在走五個 兩個老公 兩個老公 兩個人 五十個 他們一家十個 四百二十個 所以今天也有比較少 今天差不多三四十個 四百二十個 四百二十個 想拍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想拍人生病了 跟人的生命被夺走 然后被留下来的人 他怎么面对他的生活 所以我一开始设定的方向就很清楚 会拍人生病了 然后人碰着遗照 就代表走掉的人 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被遗留下来的人 他长什么样子 我市区在这个的环境 这个的偏乡 从过去而言 他在这里生活就很困苦 我从1987年 正式开始做这个村庄的记录 开始拍摄了工作 刚开始拍 老师说也不晓得要拍摄 我这个环境 坦白说就是空空的 我那时候看到现在 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空空的情况之下 不晓得要拍摄 那我就开始记录这里面之间 往往从我的照相机的观景窗里面 这个星期回来了 我拍完照 下一个星期 或下下个星期我回来 要再拍它 它就不见了 所以有时候拍照 他们就会说 让你好好把我拍摄一条 我拍摄 我拍摄 漂亮 要拍摄 我死的 我拍摄 因为让我拍到的 很多人都回头了 那我想这个人口数的一个减少在这一块是差异最大 也让我觉得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当这些人他被我记录活在这里 那生与死之间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 在我当时在拍照的一个情况是这样 某个角度是看得很开 也很乐天之命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被迫看得很开 像有的老人家会说 死就死了 没必要怎么 他们常常讲这句话 死就死了 因为他们不认为 一个小老百姓可以 去斗一个大财团 因为过去的观念是这样 可是我其实就会跟他们说 他不能白死 只有当我们把他的故事 一直说出来 他的死就会有意义有价值 我不想让这些人白死 这边是在台西乡的信心工业区 因为这里是一个人工填海的 地岛寺工业区 它一开始是那个台塑的大令钢厂的育定地 后来因为各种因素 还品的因素 或是在地居民 可能不同意这种因素 所以他后来就 跑到其他地方国外去了 在接下来 国光石画也曾经想在那边设长 我在这边做的作品叫做 《欲望绘图机新兴工业区》 我的概念是想说 这边是一个人工填出来的岛屿 原本它不属于我们的地图上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用图像的概念来创作这个作品 它是一种欲望的想象 这是我们的想象过程 留下来的一个轨迹 西兴工业区的这个土地 可以让我们重新再来思考说 无止境的那种物质生产逻辑 是不是可以真的 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之后我开始关注工业剩余物的地景 在台中清水那边 我有一次就到那边去的时候 就发现说 农田里面被清到这么多的 台北来的焚化炉底渣 因为这些东西它在农田里面 是对我们有危害的 因为农田里面的很多重金属 它都是超标非常多的 工业生产或工业剩余物 这些剩余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就把它乱倒或是怎么样的 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剩余物 透过灌花盆这样子的这个动作 重新再把它回到消费系统里面 所以在我的展览里面 它是可以被观众来认购回去重化的 那或许它会给我们一些提醒 对于生产跟消费 这样的循环的一个思考 这叫我们说的水流 那这有没有 有没有 这还没有 自始至终以来 这个环境的议题 环境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阶级是一个可世袭的 也是不断被世袭 不断被复制的一个社会形态 或是社会行为 我觉得台西村从来就不只是台西村 它就像是当代被被牺牲的那一群人的缩影 台座六千会选在他们南边 国光石化想要预定在他们北边 这些都不会是偶然 而是注定的 因为这个发展体系 就永远注定是要牺牲他们这些人的 我没办法去翻转 我们需要被牺牲的这样的条件 但是我们只希望说 如果假设今天是我们来被牺牲 我希望这个的国家 这个的政府 这个的社会 也告诉我们 你们需要被牺牲 当然你们被牺牲 我们也希望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崇高的 一个合理的对待 在这种经济社会里面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 工业生产的这种机制底下 有某些居住在周遭环境的居民 他其实是被牺牲的 我希望他们这种微弱的声音 能够被更多人可以看见 甚至听见 我想要让得到好处的人去看看 到底谁在为我们这些 得到好处的人去承受的代价 他们的模样是什么 那如果你能够透过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样貌 去得到一点感触 我们就说好像我们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于是透过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去进一步去想 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发展